大家好,我是国立中央大学的徐俊贤 今天很高兴在这边跟各位分享 我做语言相关研究里面 针对字词阅读目前累积的一些成果 我们怎么看待阅读以及大脑活动 从19世纪的神经科学家已经发现说 脑袋在处理讯息的时候 大概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大脑会帮我们 把外在刺激里面筛选出一些讯息 转换成神经冲动 这个过程叫做编码 接着我们脑袋会依据我们传进来的讯息 编码之后的讯息去解读 这个过程叫做解码 在阅读里面 其实它是仰赖我们的视觉系统 从眼睛视网膜接受到光线之后 会有一系列的讯息分析 把光点的讯息慢慢地聚合成线条 然后再形成比较抽象的符号以及物体 在这过程中脑袋已经帮我们决定好 会看到哪一些特定的视觉刺激 在这种编码的过程里面 就可能会产生一些错觉 比如说你现在读这个句子 你可能读到一半才会发现 原来中间有一些词的顺序 字母顺序是颠倒的 可是你会发现你可以顺畅地读完这些句子 这就是大脑已经自动帮我们编码处理好 第一阶的视觉讯息 那什么叫解码呢 那这边有一个很有名的语言学的例子 Buffalo这个字有三个意思 Buffalo Animal Buffalo City 以及可以当动词 所以这三个字可以凑在一起形成一个句子 Buffa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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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有主词有动词而且还有关系子句 你可以透过你的语言经验去解释这里面的讯息 这个就是解码的过程 那我怎么使用研究技术来观察这些讯息呢 我会使用一个叫做MEG的仪器 那叫脑磁图 如果我们把脑袋的表面放大一百倍的话 你会看到里面有非常细密的锥状细胞 这些细胞会排列在一起 那它们会同时一起放电 当一群锥状细胞一起放电的时候 它们就会在电流活动的方向的垂直方向的形成 围绕着电流活动的磁场活动讯号 MEG就是基于这些磁场讯号 可以测量出一些很细微的大脑活动 那这个仪器呢 其实在使用的时候 我是透过以前跟访问纽约大学的时候呢 和那边的团队学习参与他们的研究 那目前也很高兴可以透过哥伦布行计划 继续跟这些国际团队继续合作 向他们学习以及分享我们的成果 那我曾经做了一个实验 受试者有两种 一种是看得懂中文字的中文使用者 另外一种是看不懂中文字的英文使用者 这些人的脑袋呢 我们可以用讯号分析的方式 得到MEG讯号在大脑皮质上面活动的状态 你可以看到说 文字事件出现之后 100毫秒的时候呢 我们这两组受试者的初级视觉皮质 都产生了类似等同的活动 不管你看不看得懂中文 你的初级视觉皮质 就是会分析文字事件 但是到170毫秒左右 比较复测的缩撞回的位置 就开始出现语言经验的差异 看得懂中文的人才会在这个区域 产生比较大量的活动 看不懂中文的人 就会在这地方没有太大的活动 这就是一个大脑编码的过程 那我在研究上也还会去看一些 比较重要的语言相关的讯息 怎么透过后续的解码 从文字提取出来 中文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虽然我们没有拼写系统 但是你可以看中间的例子 这六个字都念作谣 而且它们都有一样的身旁形状 那旁边另外一个例子 那个形状有三种发音方式 所以我们可以定义出 表音一致跟表音不一致的 两种中文单字 那我请中文受制者 来读这些字的时候 我们发现说 在文字事件出现200毫秒左右 左脑的顶叶下回 有一个区域 它的活动会反映出 表音之性高跟低的差异 那这个位置的特别地方在于 即便是使用英文文字的使用者 他们在处理文字的 声音转码的机制 也是同一个位置 即便说中文跟英文的书写 形状不一样 但是我们是用同一个机制在做的 那在我的这一次研究计划里面 我会特别强调一个重点 就是中文有非常丰富的构词系统 长久以来被心理语言学家忽略 什么是构词呢 构词其实跟句法有点像 就是我们用一些有限的inventory 透过一些规则 能够创造出无限多种的句子跟词汇 那形式语法学家他们是认为说 因为人类具有比较特别的普通语法 这个大脑机制 所以我们才能够有办法产生 这么丰富的语言表现 那怎么做研究呢 我的做法是 用我们常用的中文双字词 那里面可以分成很多种结构 这边的第一个结构是 单词数 比如说丘影 丘影的丘跟影不能够跟其他的字合成新的词汇 所以它只有一个词数 其他我们还有很多大量的合成词 那在合成词里面呢 我们又可以举很多例子 这边我只用了其中三个 一个叫做并列 雷电里面的雷和电 等同的知识雷电的概念 那下面这两个例子呢 结构称作偏正和动谱的结构 里面都有一个语意重心 以及一个修士语 那我就请中文的母语使用者 来阅读这些中文词 那结果发现在这边标注一的地方 在文字事件发生之后 两百毫秒的时候 左侧大脑涅液的前驱 就表现出 粘绵词自己有一个比较弱的活动 合成词都会产生比较大量的活动 这代表这个时候脑袋在计算 到底这个词里面有几个词数 那在比较往后一点 三百到四百毫秒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四条线分成两两一组 一组就是没有一个修士结构 一组是里面有一个不对称的修士结构 这代表脑袋其实非常在乎 我们的构词的内在结构 那所以基于以前做的这些发现 以及现在累积了新的成果 我们可以知道 在阅读中文字的时候 虽然之后一瞬间 我们就可以认出这个字 但是在这过程中 我们会抽取出非常大量的讯息 以及非常细密的结构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如果结构越多 单位越多 你的表现就会越慢呢 那其实不是这样 我们会发现以这张图来说 你看到的是反应时间 如果是越高的点 代表反应时间越慢 你会发现反而是结构比较简单的那一项 它的反应是最慢的 这个意思是说 我们脑袋其实很擅长处理复杂的语言结构 跟传统的讯息处理的心理学观点 有点违反 那另外我还想要在研究里面 highlight一个新的重点是 这是用三种大量反应时间的资料库 去观察反应时间 跟词汇的使用频率的关系 那这个是回归分析的结果 你会看到那个点落在一个负向的区间 代表说 那个词如果是越高频的话 那它的反应时间会越快 那这是一个很没有问题的结果 过去半世纪以来都是这个结果 那但是最近是发现 如果你去考虑词汇的语境复杂度的话 把这个参数放进去的时候 词评的效果就不重要了 那这个发现呢 完全从2006年开始 这个发现常常被提出来 而且开始挑战过去半世纪以来的 心理语言学的观点 所以我觉得现在做的心理语言学研究 是蛮重要的 而且蛮令人刺激的是 我们可以重新去检验教科书里面 以前告诉我们的观点 那我们需要累积更多数据 来修正词汇辩识的理论 还要去解释语言习得 而且我们要结合有意义的语言单位 除了使用MEG以外呢 我们还希望可以把实验室里面的东西 可以转化成对一般人生活有帮助的方法 所以我们希望还可以make everyone good 那目前我在中央大学 跟一群老师和学生合作 我们的想法是这样 以这个例子来说 我们已经知道 如果你是一个正常阅读使用者 跟有语言障碍的人的话 你的大脑会产生不同的活动区域 阅读障碍者反而会使用比较多 前而夜双侧的活动 如果是正常人的话 你会使用比较多的左半腦 而且会依赖左脑的前驱跟后驱 所以我们在实验室里面 搜集了一群 有标记过正常阅读者 跟语言障碍使用者的 大脑的受视者 他们执行语言作业之下的脑波数据 另外我们也使用 一种新的深度学习模型 让这个模型去学会辨识 两组受视者的脑波资料 在这个模型建立完之后 我们再去看一下 模型里面的参数 是这张投影片的最右边的地方 这个参数可以告诉我们说 这个模型一旦学会标记之后 辨识标记之后 它是透过哪一些资讯来做分辨的 结果我们蛮意外是看到说 去检视这些模型的参数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 他认为这个受视者是正常的大脑 因为他用了比较多左半腦的活动 就是涂上比较黑的区域 他认为这个受视者是有发展型阅读障碍 因为他看到的是比较分布在前区 而且左右对称的活动 我们并没有告诉模型 要去注意这些事情 是他自己学过资料之后看到的 所以在未来我们希望说 可以继续整合机械学习 还有脑科学的技术 能够提出一些更有用 更新的 更创新的使用方法 比如说未来也许你可以在 可以透过脑波的数据 我们可以告诉你 要怎么学语言 你会学得最有效 可以提供个别化的服务 以及新的诊断指标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我非常感谢国立中央大学 还有中央研究院 语言学研究所 另外而且要格外感谢科技部 给我们的支持 谢谢各位